我们看一下这个 再看一些其他的安全设备 比如说这是一个大数据平台 这个东西就叫大数据平台 就一个名字就叫大数据平台 然后 这个是全流量分析平台 全流量分析平台 其实也是个大数据平台 这是360的 天眼千辛的千辛猫神 就是天眼 这叫千辛猫神 开始感知设备 然后自动封堵的 自动封堵的 这是 这是这个甲方的自己的设备 自动封堵平台 银行的 然后这是锐眼 中瑞天下的这个锐 应该锐也写错了 这个锐 然后还有叫洞见 洞见 对那个叫中瑞天下 还有叫洞见 洞见 也是个全流量分析平台 然后洞见 洞见全流量分析平台 跟那个360的那个全流量分析平台 有点类似 Coreader大数据平台 IBM的 Coreader 还有TIP TIP叫威胁情报管理平台 这是微步在线的 微步的 叫微步 TIP 威胁情报管理平台 这个里面呢 其实 这里面也会有一些威胁情报 在这里面爆出来 比如说别人给你发起攻击了 在这里面其实也能看 但是呢 其实主要这个用它来干嘛的 做威胁情报查询的 什么叫威胁情报查询呢 比如说有人攻击你了 你不太清楚这个攻击啊 是不是一个攻击行为 你可以来这个威胁情报当中 查一下这个IP 看一下这个IP 以往 是不是 就是这威胁情报啊 里面会收集哪些IP地址 是攻击者IP 是哪个国家的 在这里面都会有 你在这输入它的IP地址 点击查询 它就会定位说 这个IP啊 它对应的这个资产呢 是一个肉机啊 是个傀儡机啊 是一个 是一个这个国外的一个 黑产IP啊 等等 它对各种信息啊 在这其实可以查得到 你结合这个查询出来的 这个情报信息啊 也能大概判断出 这个东西 是不是一个攻击行为 好吧 也就是它是做辅助用的 能理解我意思吗 有些IP 它会被 在这个威胁情报里面 被定义为恶意IP 你在这一查 它能查到给你提示出来 这个IP 曾经被定为恶意IP 以及IP的地点 是国内的还是国外的 在这 微信报 在这都可以查到 没问题吧 兄弟们 叫TIP 你说我混合的时候 我也看TIP TIP平台 那我看天眼 主要看天眼 还看这个防火墙 还看一些大数据平台 等等 然后 告警的处置方式 这是简单说一下 告警的处置方式 就发现有告警了 首先告警要分级 告警分级 看到告警的危害程度 在安全设备上 都给你标出来了 对吧 它的危害程度 然后判定是否是攻击行为 研判来做出判断 结合什么的curator平台 绘画信息 来进行进一步判断 若仍然无法判断 则进一步 结合什么blue court 大数据平台 进行报文的信息确认 比如说curator平台里面 它也是大数据平台 对吧 它里面如果说 你发现它的绘画信息 因为每一个平台 收录的绘画信息 它的详细程度 可能不太一样 它重点收录的 绘画里面的数据 可能也不太一样 他们两个可能 同时收录了 请求报文 但是它里面 收集的可能更细致一些 它里面收集的 可能没有那么细致 所以说 这几个平台都要看 这个大数据平台 就是刚刚我给你们看的 这个地方 大数据平台 就是它 这里面也能看 各种原始日记录 比curator看的 也应该更细致一些 这是它 然后还有什么 这个判断 是否攻击成功了 判断是否攻击成功了 当确定产生告警的原因 为攻击后 需要 监控人员确认 是否是 是否攻击成功了 是否攻击成功了 它那个 它那个什么 它那个那个 那个 那个什么 那个 请求 就是那个 安全设备上面 会提示你是否攻击成功了 你也可以结合 它的响应信息 比如说你发现 有四个注入的攻击 有这个什么 命之之行的攻击 你可以看它的 点开 看它的响应数据包里面 是否含有 这个 配load的 执行结果 比如说 它加的 CMD指令 确实看到了 指令的执行结果 比如说它 cat etc password cat etc 下的 那个 etc 下边的 那个什么 shadow 你发现 确实有数据 展示了 在这个 响应数据当中 那肯定是攻击成功了 对不对 判断依据 如果 判断依据 依次为 高警日志 qreader 绘画信息 还有大数据平台 若无法 若还是无法判断 需要及时与三线 一起进行确认 一线二线 三线是什么意思 一线就是监测组 二线 研判组 三线 就是 就是更牛逼的 高 更高级的 这个研判分析组 好吧 三线 分这么个 一二三线 如果判断 攻击未成功 根据攻击的规模 确定 是否需要 对IP进行封组 如果攻击成功了 需要立即联系 安全事件 应急处置 这些 就是应急组 去做应急 好吧 然后应急处置 怎么来应急呢 就是安全事件处置 包括 阻断IP 封IP 关停服务 然后服务器下线 把服务器下来 然后进行漏洞验证 他给你发起 这个攻击 攻击成功了 他发起攻击的时候 他到底请求 这是哪个路径 以什么样的攻击方式 你模拟这样的攻击 去进行验证 看是不是真的能攻击成功 然后攻击行为还原 就是我们说漏洞验证 那个过程 然后攻击成功之后 你发现确实攻击成功了 你要针对这个IP 去查询一下 他除了攻击成功之后 他后面还干了什么事情 比如说他有没有放上传 一些webshell进来 然后他放上传的webshell 他上传到哪里去了 对吧 这些东西 他在请求数据包里面 是不是都有体现呢 包括 他可能在操作系统上 进行了各种指令操作 他把这个文件 通过指令操作 移动到了 把这个文件 移动到了某个位置 你通过查询 这个历史指令记录 或者是你的 比如Linux下 是不是有一个 secure log 那个安全日志 对吧 你可以去查看安全日志 这里面 做了哪些事情 然后找到 他将这些文件 后门 放在了什么地方 比如说他创建了 什么用户啊 或者是干了什么事情啊 针对这个来进行一些后门清理 然后危害评估 然后写报告 这是应急人员干的事情 这是这个一个 告警分析处置的一个流程 这是流程 然后紧接着再说一下 咱们还有长厅科技的地厅安全管理平台 这是又是一个安全设备 这个东西用的不多 其实也是看各种日志的 这里面用的用他看 一般看的是叫密罐入侵日志 和密罐管理的功能 密罐是什么 刚才说了一下杀箱 杀箱知道是什么东西 是不是 一个隔离环境 来研研究什么呀 研究一些木马病毒的一个什么呀 这个行为 对不对 杀箱 一般都是把一些邮件 被定义为攻击的邮件 扔到里面去 去打开 下载邮件里面的附件 然后运行附件 看一下附件到底干什么事情 然后研究 然后找这个附件里面 比如说他 他这个附件是个木马 他肯定要对外连接 对吧 看一下他连接哪个IP 找到这个IP 针对这个IP再进行溯源 反制 等做这些事情 然后呢 这是杀箱 给咱们提供的功能 密罐是什么 密罐 就是你理解为 我自己埋下的陷阱 等攻击者来攻击 比如说我做了一个网站 这个网站 就是暴露在 就让他暴露在什么 这个互联网上 就等着黑客 红队来行机收集 收集到他 然后来攻击这个系统 当他一攻击这个系统 这个系统干的事情都是什么呢 就是对这个攻击者 进行各种信息的记录和收集 就相当于我自己做了个陷阱 就等着你来台 这个叫密罐 好吗 密罐的形式有很多 密罐的方式有很多 比如说你看做一个ssh连接的密罐 做一个tomcat的wimlogic的网站的密罐 这些密罐里边会做什么呢 进程监控 密要登录事件 处置 就看他干什么事情 就研究他 好吧 这叫密罐 密罐分很多啊 有什么文件密罐 比如说你专门在某个系统上放一个 比如说etc的password 我把这个文件给他做成一个密罐 只要别人动这个文件 我就把这个动我这个文件的那个各种操作信息 给他记录下来 好吧 记录下来的那些日志 就全在这个平台上就可以看 然后这密罐还可以管理 我在哪个地方加什么密罐 在这可以做 哪些密罐不要了 删掉 都可以 能理解吗 只要有人踩到这个密罐 立马就会高警 在这些高警平台 比如empower 上面也会提示 谁踩的密罐 然后这个天眼上面一般不会显示 这个防护墙上显示 对就是老六 就是老六 踩的密罐的高警 在这个上面也可以看 在这个防护墙上也可以看 也有也会看到 他们这好多系统都是互通的 数据互通的 好吧 你看这还可以什么进行密罐管理 设置诱饵 看了吗 诱饵设置 是这个文件诱饵 说这个word的 别人只要动这个word 得 他就倒霉了 什么gator上边 做一个诱饵 比如说你看 有有些 红队或者黑客 他干什么呀 他发现你这个网站 哦 是这个 是这个什么 是某某开源 开源的这个代码 打建起来的 他可能去gator上边 去找这个开源代码 当他去找这个开源代码的时候 这开源代码 你自己那个网址 对应这个代码里面 你设置了一些这个什么 诱补的写的程序 他一下载这个东西 他一用 呱呱呱 你就把它给补货了 是吧 这就是 你自己放的诱饵 还有什么主机诱饵 文件诱饵 等等各种诱饵 这都是密罐 好玩笑的吗 只要有工具者采了这个密罐 那他就 等着被什么了 被收拾了 当然了 他如果是基于肉机过来采过来 那也是 又回到了这个 这个溯源反制 应该一套 行 然后还有360的IPS 叫SEC IPS Secure IPS 网神 360的 3600 入侵防御系统 他叫这个名字 是360的 网神 这是一个IPS 入侵保护设备 好吧 在这里面 也可以查各种 这个告警 各种告警 什么 威胁日志 各种告警日志 告警日志 就叫威胁日志 告警日志 还有沙香的日志 也在这可以看 什么还有一些流量日志 还有一些什么 邮件过滤日志 医名日志 蓝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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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种日志 也都可以在这看 所以说你看 跟那个IPS 跟咱们的态势感知设备 就是很像 好多工程都很像 在这还可以进行 各种策略配置 行 这是 360的IPS 等等 这是 就是 很多安全公司 很多这个甲方 在虎网的时候 用到的一些设备 然后除了这些设备之外 还有好多的 一些其他的设备 这些设备呢 比如说 他们他们去参加 互网的时候 他们的一些设备 比如说 这个 这里面他用到了 青藤云的叫万象主机安全设备 青藤云的 主要是做主机安全检测的 谁入侵了这个主机 这个主机发生了什么动作 等等 哪个文件出现了异常 这个日出现了什么异常 等等 在这里面都会显示 这是专门做主机安全的 好吧 青藤云的 这个设备是外网的 也就是是放到互联网上的设备 上面部署了 他们前面部署了这个网站 部署了这个安全产品 这个安全产品就监测着这些互联网的主机 出发下来哪些异常行为 青藤云的 你看他去的时候 他是监控 他去的监控弩 监控弩大概有70多人 项目经理叫这个名字 代表秦安信去的 也就是秦安信对外招来的 一些临时公办相当于 去做的 70人 70人左右 呼喚的名称叫长城行动 当时他们的监控组的人 大概有身信服的 忠诚融合的 秦安信的 各个厂商的 也就是说一个甲方 他可能不仅不仅仅找一家安全厂商 他可能找好多家 找好多家都去 而且他用了哪家的安全产品 他一般都会 用哪一家的人 比如他用了潜信的安全产品 他就会要从潜信里面找些人 为什么呀 因为你是潜信 我用的你安全产品 我肯定找你潜信的人 过来防护 是不是 你对安全产品很熟悉 这样的 然后他工作时间是分三班 早中晚 早上一般就是早八点到 上二十四小时 每人八小时 早八点到下午四点 对吧 然后再从下午四点到 比如说晚十二点 然后再从十二点到八点 晚十八对吧 八点 这是早中晚班 三班早 有的还是两班早的 有的是早九点到晚九点 有的是晚九点到早九点 两班早 两班早就相当累了 其实做护网 你去做监控 工作内容很简单 但是很 就是很熬人 就一直在那儿盯着 你别 到时候夸掌攻击成功了 一个攻击成功的 打到内网去了 你还没发现 你还没发现高警 这个有点费劲了 肯定会被惩罚的 然后这个产品的功能 就是检测主机 是否受到了攻击 就是主机的一些异常行为 然后这里面也能看密罐 偶尔也看一看 也能看密罐 主要是互联网的设备 互联网的设备 咱们知道这个 蓝队分互联网组 互联网组内网组 对吧 有些安全设备 是放在内网的 有些安全设备 是放在互联网的 比如说这个设备 就是放在互联网的 但是这个设备 也有在内网组 能够使用 以后你们就说 你是互联网组 就行了 然后你说 我去互联网组 我是代表 比如说 这个 亲信 或者代表 这个 神信佛 或者代表亚信 或者代表 中日天下 去的 你别说今年去的了 因为你们今年也没参加 你们就说去年去的 去年参加的 这个互联网 好吧 去年代表谁是谁去的 比如说你 将来你想找上海的工作 那你就说 我在北京参加的互联网 你将来想去 北京参加工作 你说我在上海参加的互联网 对吧 我上海公司在上海 在上海参加的互联网 大家理解我的意思吗 如果说你没有任何的 你说地点上的要求 我在那工作都行 那你就会随便写 你随便写 懂啊 好 然后互网 其实一说 你是互网干什么 干子监控 干子监控 那基本上 他就不打问你了 他顶多问问你看过什么设备 你说我看过哪 什么什么设备 什么什么设备 把这几个设备 简单说一下就完了 设备 你看什么呀 我就看高警 别的没啥 就这么完了 就啊 咱们有一个同学 比如说 什么上一期的 他们去的啊 呃 一个刘某某啊 他们分享的视频 刘某某啊 就看了一个天眼 这传承下来就看了个天眼 啥也没干啊 而且没有什么攻击高警 啊 混了这么多天就下来了 啊 呃 这是他啊 然后他这里面还有什么其他设备吗 没有 他也是看了这一个设备 啊 就这么一个设备 万象主将权的一个设备 行 那是他啊 然后的话 我想想啊 监控那种里面 这还有个地方没给他说啊 就拍班 拍班 比如说啊 这是某某银行的啊 你去 你去参加护网就在这 就这么一个大办公室啊 里面就是你们的护网人员 全在这啊 然后他就拍班了 互联网组 有谁谁谁谁 啊 互联网组里面 谁是研判 谁是监控啊 谁是行为监控啊 等等 啊 就干这个 主要监控哪些区域啊 你是海外的区域啊 还是内网区域啊 不是 还是互联网在哪块区域啊 互联网他也分很多块区域 对不对 然后强哥也大 也强哥也给大家讲过 这个网络拓扑 对吧 他分很多个区域啊 看你讲过哪块区域 这个大叔会放 你去干的人就会划分啊 你不用考虑 我在哪个区域 你就说我是互联网组的 就完了啊 然后还有什么内网组的 内网组的你看也安排了 说有什么 谁谁谁 有亚信的 什么青藤的 是吧 长青科技的啊 等等啊 也都有啊 他们看的设备 内网当中的设备 他们主要看的是不 天眼啊 也看 Wav也看 密罐也看啊 内网 内网还有 IDS啊 入行检测设备 也看 看了吗 天眼 他分共联网的天眼 内网天眼啊 就是天眼 他可以放到好多地方 对不对 内网设备吗 看了吗 看了内网设备 天眼 impower 内网 密罐 啊 AIS AIS 这是那个360的那个 那个全流量分析平台 对吧 还有IDS啊 入行检测设备 你们看这些东西 还有射工组 射工组主要看的是什么 呃 邮件网关 还有邮件溯源系统 就那个 那个 呃 那个什么 呃 瑞眼啊 瑞眼 这个瑞眼 看到了吗 主要就看这个 这是射工组 然后溯源反制组 溯源反制组 主要是看什么 TIP TIP 查看那个 IP地址 它是哪个国家的呀 就有一些 它的那个什么呀 呃 威胁情报信息 啊 在TIP里面就查看 还查看密罐 谁采了密罐 对吧 啊 还有其他的一些 攻击IP啊 主要是找这些 告警IP 然后收集 告警IP的各种信息 啊 去干这个 咱们说密罐 也会收集 攻击者的信息 对吧 他就看这些信息 然后 然后去溯源啊 等等 你看这部微步的 主要是微步的 还进行的啊 因为微步和进行 主要是做威胁情报的啊 微步和进行科技 主要是他们来看啊 因为他们用的这设备 也是微步的 对吧 TIP 然后还有什么拍班的安排啊 你说谁谁早班 谁谁晚班啊 这个 然后这边分互联网 组多少人啊 谁什么组多少人啊 总共一共加起来 六十多个人啊 然后这是一家公司啊 一家公司 然后记录到时候 会分组的 你是一组二组三组啊 给你们分组 其中分组 好吧 兄弟们 然后这里面还有一些 整体的设备 设备说明啊 整体的设备说明 比如你看互联网当中 互联网组啊 有哪些设备 天眼的 天眼你看还有内网组的 还有主从的这么两台设备 内网的天眼啊 还有什么天眼的 这各种流量探真啊 还有什么 这波网神360的IPS啊 主要是办公网络的 主要这俩 这个东西主要是用在办公网络的 不是在办公网络的 还有什么Empower啊 查询告警的 大数据平台 Coreader Blowhawk的也是个全流量分级平台 NTA也是个全流量分级平台 还有什么青藤云的 主机IPS啊 主要是放在主机上的IPS 检测主机的 就跟那个刚才是看的 那个万象 那个主机 那个有点像啊 主机检测 还有什么密罐啊 还有什么这个 两千八糟的啊 还有什么邮件网关啊 中瑞的邮件组约系统啊 等等 啊 还有什么动件 啊 自动想要 自动化抢应平台 就是那个自动风力平台啊 等等 这些东西都会 不不 都有说明啊 都有说明 还有 到时候你们到了公司啊 公司会给你一个资产统计表 说我们总共有哪些资产啊 有哪些资产 资产全在这里面 就是比如说你去银行 银行的给我们资产 全都放在这里 这都有啊 包括资产的各种 IP地址也都有啊 嗯 行啊 这是 这个互网的一个大致说明 我把这个显关掉了 这个也没关掉 然后再看一下别人 别的一些 设备啊 比如刚才看的这个 青藤云的 这个叫万象主健全 这个设备 你看设备 是不是就是一个网站 对吧 你输入一个网址夸一回车 就看到这个设备的各种功能 啊 在这看就完了 看靠近 然后 还有中瑞天下的 中瑞天下的 刚才咱们看过了啊 看过了这些产品 然后这里面 他给我的信息资料比较全 就是他们的各种互网 啊 就是互网之前的各种培训 他也都给我了 这个 没啥用啊 你们去参加互网之前 都会有培训 嗯 然后还有 这个 他们他没什么没看上啊 还有这个 这个看看吧 这个他是去的亚信 他代表亚信去 就是亚信招的他去做的这种临时的互网行动 去的是哪个甲方啊 去的是最高人民法院 给人民法院去做互网去了 是亚信接了中国人民法院的互网的这个蓝队防守的活啊 然后派人去啊 这个亚信 亚信有一款系统啊 叫TDA 是一款360度的高级威胁检测产品 也是一个就威胁感知产品叫TDA 亚信的 然后他接触到的设备有这么多啊 啊 卫士通的防火墙 还有什么启明新城的太和平台 长 长春加成的XDR 那么安恒的密罐 长亭的密罐 青藤云的EDR 呃 什么齐安信的天眼WAF 深信服的这个数据库审计系统 啊 等等等等 还有克莱的潜流量春季平台 他接触这么多啊 有些有图 有些没有图啊 比如说启明新城的太史感知设备 这是启明新城的太史感知设备 启明新城的太史感知设备 那么克莱的 这个网络分析审计系统啊 主要是做内网的 主要是在内网看告警 看内网的告警的啊 内网这个告警啊 就是比如说你去互网了 你去看内网的告警的 那你基本上属于没啥事啊 为什么呢 因为内网如果说你发现了告警 说明人家从互联网已经打进来了 就是互联网已经被人捣穿了 你知道吧 此时其实就是发生的问题就比较严重啊 就是这种严重的事件呢 出现的情况出现的概率很低 所以说你在这基本上没啥事 就是他们看内网监控的人最清楚 对 如果克莱的 克莱的产品啊 你家来你可以说 自己是互联网组断 自己是内网组断 内网组断你说我看的是克莱的 对吧 看着克莱的 还看了这个内网的这个天眼啊 你说什么两三个设备就行了 你说你是监控 你就看这么两三个设备就行了啊 如果说你说你是研判啊 那你就连就刚才我那个什么大数据平台 什么全流量分析平台 那些日志查看平台 那个你也你也说一说 说几个好吧 这些厂商的设备 你要你要 能说的越多越好 能说的越多越好 说明你对这些厂商的设备啊 还是知道比较多的啊 那就说明充分的证明 你还是比较有经验的好吧 你要不然人家一问你哪些 知道哪些安全设备啊 就有人会问你啊 你了解哪些安全设备啊 啊 你现在说不上一两个 那你是搞没搞 没搞没搞安全啊 是吧 那天眼都不知道 你不费了尽了吗 是吧 哪来那么多经验 你都不可能的事啊 所以说安全设备 还是要了解一些的啊 呃 这个什么 他还看了秦安心的天眼啊 他还看了什么 亚信 亚信的WAF 亚信的WAF 应充分防火墙啊 这不叫亚信安全吗 这个设备 亚信安全啊 WAF就跟这里面 也是就各种高景啊 高景日志 看高景日志就完了 然后还有长庭地听 刚才我说过地听了啊 地听长庭科技的地听 长庭科技的地听 每一个设备都有一个屏 这个屏就是实质展示各种信息记录 然后这里面也可以看这波密 密罐入侵日志 在这可以看谁入侵了咱的密罐 谁踩到密罐了啊 只要是谁谁踩到了你的密罐啊 这个密罐入侵日志里面 这就有显示啊 他入侵的密罐 我们一般都叫踩密罐啊 踩到密罐了 就踩到你的陷阱 然后还有深信服的数据 数据库安全审计系统 这是专门来这个什么呀 对数据库进行安全审计的 比如说你买Circle Oracle啊 Circle Server 各种数据库啊 在这里面的 他的数据库里面的各种异常行为 在这里面都可以看得到啊 监控这个的也是非常轻松的 因为一般不会打断你的数据库来 如果打断你的数据库来 那基本上属于啊 这个系统已经要崩溃了啊 好吧 是深信服的一个数据库 安全审计系统 在这里面可以看到 哪些Circle语句是有些问题的呀 比如说别人的一些风险查询语句 哪些是有问题的 对吧 比如说他的这个这个日志 他的这个语句操作比较慢 在这里面也可以查 你就会看Circle响应性能分析 新Circle有的语句的模板趋势 数据库行为分析 行为趋势 谁是谁连接了数据库啊 连接了多长时间呢 还有登录失败的排行 Circle语句失败的排行 就是用的设复语句 是错误的啊 等等等等 就别人对你进行攻击的时候 他可能发的设复语句 就是错误的啊 就在这边 如果说你在这执行了 他也在这个系统上也有体现 好吧 能明白这意思吗 行的吗 那明白啊 好 其他人呢 其他人呢 扣一啊 行 然后 然后还有什么呢 呃 执手总结啊 他说 呃 他的夜班流量 夜班流量 夜班是九点 晚九点到早凌晨两点 然后 早上六点到早上八点慢 啊 攻击流量会比较大 啊 攻击流量会比较大 呃 说明很多红队在攻击这个人民法院 这个这些网站的时候 一般他集中在这个时间段攻击 你看红队进行攻击的时候啊 一般是早九点到晚 九点这个时间段 但是呢 现在的红队攻击啊 没有时间段影响 没有时间段影响 他们组织有可能后半夜进行攻击啊 有的组织是凌晨攻击 有的组织是什么时候攻击 他们只要人家商量好了 一起发起攻击啊 那就是什么啊 他在他在这检测监测到 他说酒店到凌晨两点和早上流点到晚 早上八点半 攻击流量比较大 攻击流量告警在5000到1万5 1.5万条 这告警都5000到1万5千条了 说明他给你发的请求就已经 超过这个好几倍了 好吧 所以说告警如果超过了1万条 其实相当多的告警流量了 已经是啊 就是瞬间啊 瞬间一个日内 别说啊 好吧 有的一小时内直接靠下车 光高警就2万 你就看那个曲线 食物就上去了啊 就是别人在攻击你了 大规模的批量就攻击你了 然后攻击漏洞居多的啊 漏洞居多的什么 四口珠漏洞居多啊 弱口令爆破 NMAP扫描啊 你看这个你一瞅进 瞅出来是不是 这都是咱们比较常见的一些 渗透测试行为 别的 这边没啥可提的 没啥可提的 这是他的现场情况 对吧 这是他们现场情况 他们现场的人就这么几个 就这么点人 人不多啊 而且很乱套 你看这边 这两个人 太乱了 他们这公司呢 你看 而且这边 男女搭配的 都是啊 男女干活 男女搭配 干活不累 好 这是他参加的 亚信的 亚信 代表亚信 去的最高人民法院 进行的蓝队防守行动 然后 还有这个 谁要看 这是咱们的四七一个姑娘 她去参加的 互 她去参加的互 这个是 她几乎没看啥东西 没看啥设备 也是在那混来的 就看了这么一个东西 叫 叫云顿开发的 云顿 云顿智慧 云顿智慧这个公司 开发的一个叫 物联网云管理平台 就叫这么一个名字 叫外部英雄防火墙 这名字也是很随意 这里面她干的事情 就是主要是 主要是检测攻击类型 和严重的等级处理动作 也就是看高警 就是看高警 外部英雄防火墙 也是互联网的 互联网上的一个方向 在这可以看到各种威胁日志 比如谁谁攻击我了 你看这攻击IP 我专门给你们留了一个 你知道我给这些图片打码 给他们给我累的够呛 因为他们给我的都是没打码的 我得X打码 攻击这IP 我可以给你留一个 让你看一看 有这种攻击的 其他的受害 其他的IP都得去掉 不能留任何隐私 主要监控内容 就是监控高警 攻击者受害者IP 攻击类型 等等信息 然后他的监控时间 是每10分钟刷新一次 每10分钟刷新一次 其实正常如果说 互网正式开启的时候 基本上都是1分钟刷新一次 最少也得3分钟 就是最长的时间 你就3分钟 一般都是1分钟一次 有的甚至30秒一次 就在这自动刷新 自动刷新 不断的频繁在这刷高警 你就看这个 有没有最新的一些高警出来 然后他这里面 也可以进行各种查询 比如说查询 通过章号查询 通过App地址进行查询 等等 可以查询他的各种日识 在这里面可以查 还可以进行组合查询 通过R来连接 组合查询 还有什么通过And来连接 的查询条件 都有 行 他就看这么一个设备 这个设备是 云顿 云顿开发的 云顿这个安全公司开发的 好吧 他去的好像是一家金融公司什么来着 他也没给我写清楚 我让他写清楚 他没写清楚 这帮人 然后还有他们的分享的一些视频 分享的视频 这些视频的话 等回头到了线下吧 找时间我给你们看一看 来个看一看 行 现在大家已经知道了 这个互网的这些东西了吧 对吧 兄弟们 我先停一下视频 我先停一下